每年的这个季节 回老家的时候都会带回来不少的胡萝卜 然后把它腌起来 这个做法不用晾晒 也不需要熬料汁 更不用等几天 十几分钟就能做好一大罐 吃过的亲戚朋友都说太开胃了 这些是四斤胡萝卜 清洗的时候咱们可以在手里放一小搓盐 先把表面反复的搓一会儿 然后用流水把每根胡萝卜都冲洗干净 时间充足的话 可以把它放到太阳下 晾干表面的水分 或者用厨房吸水纸擦干表面的水分 确保表面没有生水 这样可以延长保存期限 然后直接用擦板擦成细丝 擦好以后先放一边备用 这些是500克提前清洗干净 并且晾干水分的香菜 把它切成长段 给擦好的萝卜丝盛到一块 香菜和胡萝卜是绝配 放在一块它们的香味更加浓郁 再来准备些辅料 60克去皮的大蒜切成蒜片 30克生姜 切片再切成细丝 然后也盛到大盆中 加入15克白糖提鲜 30克食盐调味 带上一丝性手套 先下手翻拌均匀 然后放一边 盐制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再往里面加入300克米醋 不要一次全部倒进去 每加一些 就下手翻拌均匀 米醋加完以后 把萝卜丝盛到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里 这个容器一定要清洗过后 再晾干里面的水分 把盆中剩的一些汁水 也全部倒进去 把它们压起一时 然后密封保存 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吃了 不用等几天 吃的时候夹水一小部分 加一点生抽和一点香油 拌一下更好吃 这样腌出来的胡萝卜 真的是比任何硬菜都要下饭 口感清脆爽口 早晨没胃口 可以用它来配白粥 面条油条 喜欢的话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母亲的观看 召唢